修户外水龙头 打开 这个 case 是在 然后漏水原因就是这块 这块这个零件老化 胶皮老化了 就是这个胶皮 这个胶皮老化了 把这个胶皮 把这个零件卸下来了之后 然后换一新零件 然后看看一会儿还漏不漏 就是这样 OK 这个换了一个新的 把这个旧的拆下来了 换了新的 现在就不漏了 然后这边呢 也就开始可以浇水了 就是这样 OK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户外那个水龙头 这个是在车库 然后也是跟后院那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呢 之前是在这搁着的 然后打开之后 这个 这胶皮都没了 所以说换一个这个就是 OK 换了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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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就OK了 这边是水 就是这样 OK 你看你有后面